大家好,今天帶大家來到位於馬鞍山的海柏花園,面積388呎的涼房單位。 全新裝修,業主選用簡約日系風為主調。 進入單位,會見木紋磚用了直入樓梯式的鋪法,令走廊空間感更寬闊。 廚房是用了清玻璃塘門,不但有裁光效果,更配合整個家居的簡約主調。 廚房式調選用了柔和海洋系藍色,配合了淨白色的吊櫃,帶有一種肖清新的感覺。 洗手間做了部分擦場的改動,令空間感大增,收納使用得更方便。 設計細節就說到這裡了,接下來就聽聽工程負責人V文和工程總監Awest的講解吧。 你好,今天帶大家來到馬鞍山海伯花園,一個388呎的單位。 這個單位是兩房,除了鋁窗外,我們全個單位都幫它重新裝修過了,包括門和傢俬。 在我身後面,這扇門用了一個坑紋連木皮的設計,重新幫它做過。 另外,在我前面這個位置,用了一個清玻璃的PD門。 在設計上,基本上都是同步全屋的簡單日系的設計。 清玻璃的好處是可以將採光度增加,而且亦亦增加的通透感。 進來廚房,長身磚、地磚,用了白色和海洋色系的藍色,襯托。 因為在一間屋的設計方面,每一個空間的設計都可以不同。 所以廚房和廳的設計都可以不同。 電池爐,電池,電池,也是重新幫它做過。 另外,這個位置,預留了空間做洗衣機,雪櫃。 另外,這個位置也預留了一個位置,幫它擺一個微波爐。 至於到大廳的位置,地磚以一個直入的鋪法,三分一梯級色。 顯得廳的走廊更加寬敞。 在我身旁這個位置,製造了一個獅子櫃,連同儲物櫃。 全屋的油漆都是重新產底扇灰,重新造博。 另外,這個位置也製造了一個半腰的電視櫃。 這個電視櫃是可以同色的,所以幾邊都會見光。 我現在是走廊位置,我帶大家看看洗手間。 洗手間全部是磚,場磚、地磚全部都換過了。 原本這裡有一幅牆,半幅牆。 然後這裡有一幅門,分隔了兩邊。 現在這幅牆已經拆了,讓空間可以闊落一點。 在這邊製造了一個L型的浴瓶。 這個位置是特意留下,用來放一些清潔用品,地拖,水桶之類的東西。 其實留下這個位置,浴瓶也是夠大的。 這個空間是夠了。 另外,中間座廁。 另外,是假天花。 洗手盆這張桌子也算是大的。 這個空間,還有一個大的鏡櫃。 我們看看第二間房間。 這間是小房間。 用了一個燙門的設計。 其實它全屋的色調,都是一個比較日系的風格。 我走上來這裡。 一進來就已經做了一個地台,儲物櫃。地台床。 另外這邊就做了一個大的衣櫃。 你留意一下,冷氣機會在這邊。 而這一組櫃,我們故意做到可以。 如果需要維修冷氣,或者換冷氣的時候, 其實這兩個櫃是可以拿出來的。 很簡單的,鬆兩口螺絲,就可以抽出來。 這兩個櫃,給我們維修冷氣機。 另外,鋁窗是保留。原油鋁窗。 這兩個櫃。 牆身都做了。 我們看看主人房。 主人房也是一個簡約日系的色調。 這裡有一張五呎的床。 前面是櫃桶。 中間是揭板儲物。 另外這邊有一個大衣櫃到頂。 這些就是緩衝的門膠。 基本上我們會跟著的。 還有這些就是緩衝的路軌。 這些是不會彈彈的聲音。 這些我們用很大力的。 這些全部都是。 到尾,它就有緩衝的了。 想知道更多關於裝修工程的資訊。 那就要記得留言, 讚好和訂閱我們的頻道。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。 拜拜。